隐隐走过来就看到了 白白的 是一条鲨鱼 这鲨鱼还没有味道哦 应该是领和饭没多久 被海浪打到这个岸边了 我这牙齿好锋利啊 这边还有量货 先把这鲨鱼丢一遍嘛 这是一个煎蛋罗 哇这个过眼 一击两得 退潮后 商务集团里面也是很多量货的 特别是这种煎蛋罗 有货了 跟上 哎呀 嘿嘿 还能跑 这么大一只 没有一斤也有八两了 有个青皮罗这里 哎呀 这里还有个海参 哇 这边还有个大面包蟹 呼一几三得 今天大退潮啊 哦 这里真是多货 不错 给你们看一下这种鱼 特别有意思 他们睡觉像美人一样 斜着身子睡的看 起来 嘿嘿嘿 跑了 这家伙 哎呦 哇这鱼好灵活 我 抓不到抓不到你这么牛吗 潮水还在一直往下推 螃蟹们都多起来了 看一下这个 毛茸茸的眼睛罗 漂亮吧 这海螺 哈哈 看 嘿嘿 这家伙 什么情况啊 哇这鱼好看 在水里也是特别美观的 这拔皮鱼啊 好少见这么大一条的 不错吧 走过来那些鱼仔啊 全部都有 有到那些坑里面去了 这里有个亮货 一个红色的小姐姐海胆 哇这海胆 也是好漂亮的在水里 是不是 红红的 还有绿色的哦 红色的都是母的 哦哦 这叫我跑进来吃海菜 这我出不去的吧 看这傻瓜鱼 吃了你会变傻吗 鱼兄 抓到他们就开始遮这些刺子来 好像想要扎人一样的 动一下他们 就钻到石头里面去 我一直想不明白 石头这么的硬 艾葵这家伙 是怎么钻进去的 灯塔楼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平哦 这我天快亮了 我们也上岸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吧 下期再见 拜拜 有货咯 你的家伙太搞笑了吧 你看不到我就看不到你了吗 吃了中个头的海扇 还往哪里跑 能找洞砖吗 有挺滑的 要锁骨 不锁骨的话抓不了他们 有货咯 有货咯 金骨慢 终于抓到人 特别疼 有了 哇 哇 这个有一斤了吧 不错 水太干了也不一定有东西抓的 哦吼 有条八爪移 领盒放了已经 水 潮水退干了以后 他们就在那个水坑里面 那水太热了 那水太热了 他们就存活不了 这边潮水还不错 有货了 哇 哇 一个大家伙 跑 哇 这只大 哦 很久没有抓到这么大的螃蟹 这鱼真会躲藏啊 你都这么黑了 你还怕太阳晒你 出来 哇 这鱼前身是伤痕 这个大部分都是从那个 鱼网里面挣脱的 哎呀哎呀 这家我受了伤了还挺猛 哦哦 这家我是出来准备要吃午饭的吧 也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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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看家这皮皮虾 弹到你的话是很疼的 好多这个废弃的 养暴鱼的徐井 这里有一只皮皮虾 看 呵呵 走在给你们看一下 这种皮皮虾攻击性特别强的 他们能把那个珊瑚椒那个 那个东西给 给弹出来 特别牛的 哦哦 被搁浅了 来的时候好好的 出不气的 他的目标是要游出去啊 你还能游出去吗 这筋骨鱼要抓头 哦 呀呀呀呀呀 哦呦 这鱼这么灵活 这么灵活的吗 哎呀 哦这些刺有点吓人 这边发现一个灵活 躲在这个坑里 想找鲍鱼都要来珊瑚椒这种地方 他们都喜欢寄住在里面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赶海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 有喜欢阿平的 帮忙点下三连 想要关注 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 我们下期在一起赶海咯 拜拜 看一下前面有一条海曼 这家伙在找地方钻 他是在寻找猎物吗 有了 咱们下手一定要准 要狠 要不然的话被他跑了 你就不好捉了 估计有个半斤了 这海曼 在水底潜水 经常碰到这样的水母 特别的好看 他身上这些黏膜触角 都可以捕猎的 哇前面还有一只 正在往这边游 好大一个啊这水母 漂亮吧 他俩是不是要出来约会的呢 让他们秀一下恩爱吧 真的太美观了 下面还有一条傻瓜鱼 下手要准 还在挣扎 看到没 又是一条漂亮鱼 有了 还不出来 哇 这一条估计有个鱼尖 这是一条美人鱼哦 今天晚上的收货不错 前面有个海胆 一个红色的海胆 哇这旁边还有个死人葵 我一直在想 十人葵石头都能吃 这海胆他能吃吗 我去 他肯定很痛嘛 哇我怎么吃到了一个情生代刺的家伙 他平时不是很坏啊 熟了 这是一只面包蟹 他在吃海腻 原来是已经怀孕的 怀孕的螃蟹我们一般都不会做的 拜拜 这还有个帽子咯 哦 这里还有个青皮罗 哦哦 蟹兄 横着走去哪 跟上 这家伙发现危险了 想逃命去呢 南花蟹在水底也是特别的好看哦 这估计有个三两到四两 呀还在跟我互怼 咱们不能跟他运来 不然夹子会断哦 还想跑 一条红宝鱼 咱们要找好机会 要不然插不中的话就被他跑了 机会来了 哎呀有啦 红色的红宝鱼 水底的珊瑚椒也是特别的好看 五颜六色的 下面有个海螺 很长段时间没有碰到这种鲍鱼的 哎呀 这种营养价值很高哦 可疑不可求的好货 哦 上岸了 上岸之前还搞定海螺 今天不错 应该有个 三十斤左右吧海螺 海胆什么东西都有 我们先上岸 冲个凉 然后煮夜宵吃 靠劳靠劳自己 哎呀 天亮我们还要接着赶海呢 呀路不好走啊 海螺太重了 老表真是能干啊 他的宅海星的技术 可以出短视频 我们今天 挑几条海曼过来弄干净 然后打火锅 最近天气比较凉了 吃点火锅暖暖甚至 我们在户外一般都没这么多讲究的 将就着弄将就着吃 这个小红辣椒是我们带过来的 因为吃海螺的时候有点这个酱料的话 更过眼 先挑个最亮的 最值勤的 这个 鳗鱼鱼票 看 哇配上这个小辣椒 哇这个是过眼咯 三点辣椒 哇这时候要是有两斤 有二两那个二锅头搞进去的话 就过眼咯 哦 再搞一条蜜蜜 看这海蜜是很肥的 港海人就是不切海鲜 我们就在海边吃 吃完了我们再下去抓 抓到再上来吃 过眼了 看一下 沾点椒 配个小辣椒 超级过眼的 信心的海鲜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 有喜欢阿平的 别忘了顶个关注 下期我们在一起赶海咯 拜拜 哇我发现这种海曼特别好看 他在想上来捕食的吗 呼呼那个尾巴 还有绿色的 星曼特别贵的 收了 发现亮货咯 一条青扎椅 下手要快的 这有半间了吧 哦呀神医百尾 收了 哇大海螺这里 这种海螺也是特别好吃的 跟黄金蛋一样 这帽子咯 这么小的一个 跳跳椅 哇直接闪现 还有个帽子咯 这边直言不错 都是好东西啊 这家伙在干嘛 直接徒手抓了 懒得拿夹子 哎呦呦呦这么凶吗你 收了 哇 这一条鱼漂亮哦 看 被搁浅在这个坑里了 天生红通红通的 哎呦还有两个锡子 哈哈 看 是猪脚红 哇这也好看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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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两个锡子 给它来个特写 咔嚓 太美了这家伙 我 我不知道怎么养 要不然就拿回家 放在鱼缸里面养了 看 有祸了 下手要快 哇被扎了一下 哇一条红油 看身上这些刺 嘴巴特别锋利的 熟了 哇 有挑一割浅在这边 哇是那个吃饱哦 呼呼这家伙 他眼睛臭伤了 这种鱼特别可爱的 咬到人的话 把手指都咬断了 嘿嘿特别萌 哇 那的煲汤特别营养的 熟了 看到没 有个量货在这里 一条海参 海参可是美食中的一种高等食材 平常啊 我们都舍不得买的 偶尔紧到一两个 都是留着回去给家里人吃 我真的想不通这海盔他 到底是怎么钻到石头里面了 噢噴水 哇这里啥情况啊 游到浅压了 你就不怕搁浅了大哥 哈哈 好固执啊 这种是广仔 经常碰到的 有时候看心情 想抓就抓 不想抓就不抓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萍哦 今天的港海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有喜欢港海的朋友们 加频点一下三连再加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迷路咯 咱们下集再见 拜拜 这什么情况啊 看这个尾巴 哎呦呦呦呦呦 一伙进一伙出的是啥情况 这是海曼在捕食吗 耶耶耶 不敢拿手去抓 你也姐拿出来看一下 原来是海扇哦他在吃东西 海扇都不怕抓住那个头 哎呀呀呀呀呀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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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姐妹花海胆 啊这海胆特别好看 这种海胆营养榨值也是特别高的 哎哎哎哎 给他俩来个特写吧 挺好看的 这个东西给挡着 给你们来个蜂蜜 咔嚓 收了 哦螃蟹吃螃蟹啊 一个面包蟹和一个 红花蟹干起来了 应该是红花蟹想吃这个面包蟹吧 哇看一下 打的还挺猛的 上来 嗯呦呦呦呦呦呦啊 哇啥 哇啥啥啥啥啥啊 哎 哎呦呦 烧了 原来是鸡鸡蟹 可恶 哇 我发现这海葵特别漂亮 在水里还会发光的 碰一下它们 它们全部都钻到石头里面去了 这鸡蟹是刚刚从那个沙子上面跑上来的 可能那水太冰了 它们生活在沙滩上已经习惯了 都不敢下水的现在 有一条鱼 已经领盒半了 那个肚子都已经翻过来了 这家伙是活的 什么情况啊 哇 受伤了 看 这里有伤盒 应该被螃蟹给攻击了 在这里 装死在这边 看到没 那里有个猪仔罗 这种海螺也是比较喜欢积住在那个珊瑚洲上面的 爬起来速度像蜗牛一样特别的慢 哇 这楼口好看哦 咖啡色的面包蟹哦 萌吗 这种螃蟹它是长不大的 开始 开始撒娇了 傻乎乎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平哦 今天的赶海就分享到这里吧 收获还算可以 有喜欢阿平的 点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